今天有一期引起 國際媒體注意的新聞 美國一位非洲裔不到20歲的年輕人 無故遭到一位拉丁裔的社區巡邏員 開槍射殺死亡 經過一年多的審理之後 法院宣判這位社區守望相助員 無罪獲得釋放 法院的判決依據的是當地的法律 可以容許民眾為了保護自己而殺人 但是這樣的判決 激起了全美一片抗議的聲浪 認為是恐龍法官做的恐龍判決 非洲裔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公開譴責 而非洲裔知名的歌手Steve Wander 也說在事發的佛羅里達州 不願意修法廢除惡法之前 他也不會再到佛羅里達去演出 最近美國多個城市 都要民眾走上街頭示威 這一波是衛浪潮 一開始是在佛羅里達州的 Sanford市展開 民眾之所以走上街頭 就是因為不滿這場懲判的結果 畫面裡坐在被告席上 等候法官宣判的這一位是George Zimmerman Zimmerman出生自拉丁裔和德國裔的混血家庭 2012年2月26日晚間 當時擔任守望商駐隊隊員的 Zimmerman看到一位陌生的非洲裔少年 也就是畫面裡看到的 Travor Martin在社區附近徘徊 認為可疑於是打電話報警 雖然警方表示會派人到現場 並且要求Zimmerman不要追蹤Martin 但是Zimmerman沒有理會 後來Martin在Zimmerman家門外 64公尺外重艙身亡 Zimmerman解釋 說Martin首先虧拳攻擊他 於是開槍自衛 經過警方調查後 檢察官已二級謀殺罪名起訴Zimmerman 非洲裔的Martin在沒有武器的情況下 只是因為刑機可疑 就招人開槍射殺 這種案件成為了輿論的焦點 連總統歐巴馬也表示關注 歐巴馬上Martin的家人表示同情 不過由於案件在經過一年的審理後 陪審團達成決議 判決Zimmerman罪名不成立 法院的判決出發來自全國各地的 抗議聲浪從東岸的紐約 一路到西岸都有民眾示威 其中在洛杉磯 更一度爆發緊密衝突 在全美各地的示威 目前依然持續進行 正在加拿大舉行演唱會的 著名非洲裔歌手 Steven Wonder 更在表演過程中 針對佛羅里達州 允許自衛殺人的法令 表示不滿 除了Steven Wonder 譴責容許自衛殺人的法令之外 美國司法部長 Eric Holder也公開表示 這宗案件反映出相關法令的不合理 並且表示 由於佛羅里達州是全美三十個 擁有允許自衛殺人法令的其中一州 導致法院無法將Zimmermann病罪 記者邱德正編譯